无论路途有多遥远 人生有多少挑战 我们都很乐意成为你的同路人 恩与同路人主持周淑平 恩与同路人 欢迎大家收听恩与同路人 我是节目主持周淑平 今集我们看到的嘉宾就是 家庭基建发展总监羅乃圈 很多人称呼他做私务 我们待会说一下 为何这么称呼他 近年乃圈都是专注于家庭的事工 我们这样想 帮了这么多家庭的人 其实他小时候 是不是有个很幸福的家庭 很开心的童年 也未必是 我想这么说 我小时候在物质上都开心的 因为自小父母都是做 我看着这个财经 都跟财经的东西有关 家里生活无忧 不需要忧茶忧迷 但同时 亦都因为他们的关注在钱上面 很多时候我形容我家的情绪指数 EQ指数 是跟恒生指数挂钩的 你明白为什么 就是如果恒生指数升 我爸爸妈妈就会开心很多 但如果股票一跌 爸爸就很多时候会发脾气 那一跌你就会害怕回家 会不会 害怕的 不单止回家 是害怕跟他聊天 我们普通的家人聊天 大家有问有答 我有时会回答不知道 不明白 但我爸爸忍受不了 一些不确定的答案 当时我很记得 有一次他问了我三个问题 我就回答不知道 他就扔杯 扔杯也不要紧 接着又会拿玻璃瓶 砍到自己的头上 他自己的头 是的 他自己的头 不是我的头 頭破血流 这些可以说 是我童年很多的回忆 比如爸爸有时不喜欢 聊天聊到不开心 或者见到他有时 跟妈妈吵架 他不开心 他就不会打妈妈 他就会自己 砍一声 砍头埋牆 对一个小女孩来说 当时是害怕的 即是他伤害自己 是的 他伤害自己 但其实他同时都在伤害我们 可以说我自小 我就会觉得 你 我们说追求名利 有钱 我觉得会带来更多的烦恼 至于名利 大家可能都知道 我有个姐姐 罗乃珊 彈钢琴 很出名 但我又觉得 很出名 又带给他很多烦恼 我看看 我又觉得这些 都不是我追求 当然 我还想到 我很小时候 我不知道淑萍你是不是这样 会觉得 人真的很自私 是的 很小的时候我就明白 12岁我就明白 为什么呢 发生什么事 我说12岁那年 我很大胆 我喜欢游泳 我有一天 和我爸爸公司的职员游泳出海 我记得游泳出海之前 就问他们 你谁会游泳啊 个个都不懂 只有我一个人 上了一张浮床 出海的时候 一个大浪盖过来 浮床翻了 然后所有的人做同一样动作 就是把手按住我的头 我想他们是无意的 但因为他们要浮 求生的本能 求生的本能 我当时最初都 好吧 我按起来 谁知道我按下去又按起来 我发觉 这么多人 而且有些是大人 即是我呼不出气 我后来唯有潜到落水的深处 用手扑开他们 游游游游到岸边 然后我呼了很久的大气 然后就说 你们很自私 我快要死了 家里也是这样 身边的人也是这样 那对你小时候有价值观 是不是很大影响 所以我小时候 我就觉得人有这么自私 名利又不值得追寻 那就追寻爱情 很小时候谈恋爱 谈恋爱又失恋 又非人 又被人非自己 就在那种又得又失 又忐忑又不安当中 我就度过了我的少年时代 所以最近看过的电影叫《那些年》 都很有感触 觉得当时有很多很梦幻的事情 但这些都是抱影 那些年有很多不开心的事情 有些开心的事情 中间如何去寻找信仰呢 我会说 其实真的不是我寻找信仰 是信仰寻找我 很奇妙地 因为我自己对基督教 我在基督教学讨论 但我就觉得很反感 一直都叫我回教会 又叫我回团契 我就编不回 而且又跟同学一起 我们搞一些反基督徒的聚会 即是说不值得信的基督教 我们信进法论 但是在这样的过程里 我觉得上帝都从来没有放过我 到我后来去美国读书 然后在美国读完书 回来那年的暑假 股票大跌 爸爸当然脾气很差 又经常在自己自残 或者发脾气 你知道我都喜欢写东西 大家都是个女人 在日记上写 写自己很悲痛的经历 说爸爸经常发脾气 很没理由 我很恨这个家 我很恨我爸爸 那怎料有一天 就是让我爸爸看到我的日记 是啊 然后就跟我说 要跟我脱离父女关系 认真的 认真的 他还说哀莫大于心死 然后叫我问一下 我什么叫心死 我对你整个心都死了 你不要叫我做爸爸 在那天 一个 我形容为以前 自己都很自信自父的人 在那一刻 我就跪在地上 我说爸爸 我叫他爸爸 我们这样叫的上海人 我说 请你原谅我 我不是有心 他说 你白纸黑纸 怎会不是有心 你根本就恨我 我白慈莫变之下 很记得我自己 一个人回了房 就拿了一枪滴露出来 当然不是洗厕所 就想自杀 怎料就在这个时候 听到上帝有声音 跟我说 不如你放下一枪滴露 你试下去找耶稣 或者他会帮到你 嗯嗯 冷军童年 都有些不开心的经历 我们下一个环节 再来分享 想抒发内心的屈结 和我们唱所有言 请打生命热线 31064444给我们 来吧 无论路途有多遥远 人生有多少挑战 我们都很乐意成为你的 同路人 在他手中 恩与同路人主持周淑平 恩与同路人 欢迎大家回来 恩与同路人 你今集的嘉宾 就是家庭基建发展总监 罗蓝圈 刚才说了 那些年一些不开心的经历 但在不开心里面 我们有救赎 那个经历是怎样的 我刚才说到我拿着敌路 然后听到一个声音 叫我去找耶稣 结果我离开了香港 那个暑假和爸爸完全没有沟通 去到多伦多 去到多伦多的时候 发觉那班 以前很反对基督教班同学 都相信耶稣 另外一个故事 他们好像是玩蝶仙 鬼上身 一切要自信耶稣 一天跟我说 叫我回教会 终于经不起他们的苦苦哀求 我就好了好了 那就是祈祷会 在教会的祈祷会里面 以前一定说 为什麽祈祷 那天牧师很奇怪 就只是说了一个 黑社会的大哥 信耶稣的见证 然后我很记得他说 他说这个大哥 信了耶稣之后 可能知道会被他的大哥追杀他 但他就叫牧师祈祷 他说即使我赔上我的生命 我都要认识 和跟随这个主 我说哇 为什麽这个耶稣 为什麽有个人 没有了一条命 都要认识他呢 我当时心里面 就是这样想 我说如果我能够认识他 也挺好 真的第一次 心里面想 我觉得很奇妙 是上帝知道我们心里面 想什麽 都完整个祈祈祷会之后 有一个的执事走过来 他说你叫什麽名 我说罗乃圈 是否第一次来教会 是 信了耶稣 没有 想不想信 我说想 嚇死他了 什麽都没说 他跟着他就说 你知不知道自己有罪 我以前对罪 这个字很反感 但当日 我想我就很明白 不知道为什麽 心里面很大的触动 说我有 因为我应该爱爸爸 但我爱不到 这个是我的罪 我说我知道我有罪 那一路哭 一路祈祷 一路哭 那种哭是又开心 又感动 又很多很多 就是觉得自己真的认罪 真的错了 很mix的 悲喜交集的感觉 回到自己住的地方的时候 回到学校宿舍 就开始 每日写一封信 给我爸爸 跟他道歉 如是者写了三个月 在 整百封 是的 在圣诞节 应该是1975年的圣诞节 前夕 收到爸爸的信 他说 女儿 我的语名叫妹子 亲爱妹子 我都回教会了 我都可以原谅你了 为什麽呢 因为我想他 经历到耶稣的爱 然后他觉得 很多事情都看法不同了 我很想说 都不止 这个过去的 是我爸爸生前 我爸爸2004年过生的 我记得他生前 我曾经问过他 我说老爸 我经常出去讲见证 你又不认我 然后他突然看着我 他说 我试过不认你吗 我试过这样对你吗 我有时都跟一些 听我讲座的朋友说 我说很多事情 我们觉得很大件事 可能我们的父母 原来都不记得 我想说的是什麽 他不是有心 想和我们分开 或者有心说这些说话 可能是他自己都不懂得处理 他才说 可能那时候有情绪 有些问题 是的 那爸爸是这样的 和妈妈或者姐姐的关系 是怎样的 和妈妈的关系是很密切的 我和妈妈 我会这样形容 我是站在我妈妈那边 很多时候 如果父母吵架 我妈妈当时未信 耶稣就会告诉我 你爸爸 那样的 甚至 很多时候 他和爸爸一吵架 爸爸一睡觉 当时 你知道老人家都会分房 拉了我进去他的房 在他的梳葬桌面前 就是小嫂爸爸的 对他做过什麽 说真的 我都会有偏邪 所以我会觉得我很恨我爸爸 到后来1994年 我妈妈突然中风过身 是我人生很大很大的冲击 当时我觉得天下降 我不可能再生存下去 为什么会这样说 我现在回望 我就发觉原来成长 圣经有句话很好的 叫人要离开父母 二人成为一体 我会形容 其实和妈妈的关系 好得来又很黏结 到妈妈真的离开 我会有这么大的失落 但是上帝给了我十年 重新认识我爸爸 我爸爸其实 都未必是我妈妈说的 他也有他很柔和的一面 有他很可爱的一面 我举个例子 我记得有一年 我照顾他 因为我妈妈过身 甚至我照顾他很多日常喜居 那年我生日就是中秋节 他说 女儿 我知道你喜欢吃月饼 你去冰箱里 我买了一个冰皮月饼给你 我就去冰箱里打开 不是月饼 是一个代表 当时的一个很经典的广告 就说拿了一个代表出来 不在乎天昌地久 我就问爸爸 我说你为什么会知道 他说我看你经常看着广告 看得全入迷 所以我买这个给你做生日礼物 我只是想用一两件事去证明 其实爸爸也很爱我 家庭里面虽然有伤害 但是也有很大的爱 可能是真的爸爸信了耶稣之后 他整个人都有很大的改变 虽然小时候家庭有些不开心的事 但是你后来建立的家庭 美满幸福是我们每个人都知道 可能已经结婚了多少年了 现在32年了 32年了 为什么会有这么幸福的家庭 有什么秘诀 有什么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 我们下一环节再回来 我们下一环节再来 就算是微笑一首歌的力量 使用愛你的人一瞬之光 穿越時空 也埋眼神透人群的心房 謝謝你願意傾聽我歌唱 時光昭換許多微笑的淚光 每一本一秒都是感動的對話 詞曲 李宗盛 等 激光燈透在我的身上 我 閉上眼當你在我身旁 側側 困惑過我的心事和感傷 這一生都成了可以奔向的光 就算是微笑一首歌的力量 使用愛你的人一瞬之光 穿越時空 也埋眼神透人群的心房 謝謝你願意傾聽我歌唱 時光昭換許多微笑的淚光 每一本一秒都是感動的對話 是你別認了我 是你別認了我 來自靈魂的光亮 我們沿著愛 照顧一生之光 度淚光燈透 不過明天要喝為難 只要還是一生之光 只要愛是一生之光 一生之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时我就不会说 你说话不清晰 将来怎么服事 我就会建议跟她每天一起读圣经 用国语读 因为我们当时在台湾做宣教士 慢慢慢慢可以纠正她的发音和说话的流畅度 这就是我说的等她的情愿 不用像我们女人很喜欢说 你怎样怎样 不行 慢慢帮她 即是声东激西也好 慢慢为她祈祷也好 帮助她的时候 其实两个人会改变 和愿磨就愿相似了 这些是幸福婚姻的秘诀 但是我们现在生活里面有很多怨偶 等她情愿 等了很久都等不到 但是你又帮助了很多这样的家庭 触发你去做这个家庭的事工是什么 我想你如果问我 一定是因为我的家庭 经历过耶稣基督的爱和救赎 我刚才说我爸爸 现在我想应该叫做抑鬱病 他一直有吃药 但是在妈妈过世之后 他慢慢慢慢可以不用吃药 我也想说一些他的特别的见证 妈妈过世之后 他有一段时间抑鬱到 他都不想生存下去 甚至想 视觉想推开家庭的窗 想跳下去 他说在他人生做最后一个祈祷的时候 他就说耶稣如果你是真神你救我 我这个老人家八十岁 人生的脑走不下去 就在那时候他的感觉 我不敢说他真的看到 他觉得他左右两只手都有两个天使 是扶他起翻身 我爸爸有柏金信 有糖尿 高血压 心脏病 其实走路都不稳 他能够这样起翻身的时候 他觉得是上帝的力量帮他起翻身 你明白吗? 他不单止走得走得 他每日用四个小时抄圣经 我问他 他说 爸爸你为什么要抄这么久 他说 因为我怕我不记得 他留给我的一些很美丽的遗产 就是他抄圣经的那些保 我有十几本 那他晚年也是过得很开心 是啊 我想他和妈妈信了耶稣之后 大家都能够彼此的遥述 虽然我记得在1994年我妈妈过世 我收拾他遗密的时候 我发觉找到一本日记 是妈妈写了爸爸 爸爸怎么对他很不开心的东西 都写在那裡 但是我看回晚年的妈妈 其实和爸爸很恩爱 这本虽然是我妈妈自职的日记 但后来我都决定不要 扔掉它 要忘记背后 我想讲其中一个片段 我讲我爸妈妈 我妈妈过世那天 我爸爸其实和他去公司 然后跟他说 你是我最爱的女人 我很多谢你为我生了三个很可爱的儿子 不知道为什么会说这些东西 以前我妈妈要买衣服 他们会为这些东西吵架 但那天爸爸说 好啊 买一件很漂亮的白色的长大衣给他 妈妈穿完 我还记得那晚跟他通电话 他说很开心啊 爸爸买衣服给我 怎料说完之后 我就接到电话 妈妈中风 是啊 那我上去的时候 妈妈就堵在我怀抱里面 是啊 然后几天之后 就离开世界 但我觉得 如果 我现在退远一点看 其实是一个很好的结果 最后一幕很开心 最后一幕都是妈妈的笑念 妈妈的笑声 留在爸爸和孩子的生命里面 有爱就可以将这些矛盾和怨恨化解 是的 我还记得你说过 很多家庭接受辅导 或者夫妻之间的矛盾 如果没有神的爱在你介入 那些矛盾就很难解开 你如何投入这个家庭的事工 何时开始 其实呢 我也是因为一个妈妈的面孔 有个妈妈 我以前做的机构 我记得我们有些公开的讲座 是有些基金资助的 有个妈妈来问我 他说我的儿子升中一了 他又不是好听 成绩又不好 那可以怎么做 那我说 儿子 鼓励一下他 那他说 那怎么鼓励 我说 跟他拍他肩膀 说加油了 他突然看着我 他就说 罗小姐 我这么大过 我未被人抱过抱过 斗过 吓过 我不知道怎么说 抱着我儿子 我想他是未经历过爱 那我当时唯一可以做的 就是抱着他 我一抱他 他就哭得很厉害 又我说 你觉得被人抱着的感觉如何 他说很舒服 那我说 你记住这个感觉 但我心里面 就很想说四个字 叫耶稣爱你 因为我自己家庭经历过 我真的觉得 如果我没有经历耶稣的爱 我可能是一个很奋世窒族 好什么都要争的人 但因为经历了耶稣的爱 是将我整个生命 融化了和改变了 那我也因为这样 就开始了 你说家庭基建 家庭基建 就是基督建造 那时候我和乃洋一起突破 那时候 出来家庭基建 一开始 是投入家庭辅导 帮助家庭的时间 一方面有辅导 其实做得更加多 我是去一些不同的地方 讲亲子 婚姻 女性讲座 甚至有时候 在神学院教书 后来又有机会去到银行 政府一些不同的部门 入到社会不同的地方 因为你知道家庭的问题 就越来越严重了 需要越来越大 我都敢说 天水为 元朗 什么都会去尋 即是 我们每个面对很多家庭问题 影响我们人生很多东西 下一个环节 我们回来 会请蓝圈和我们分享一些 形容信仰 帮助家庭的故事 但是之前 我们先分享两首歌 从不再离开 太乞讨 你将会发现 乌云背后 还是要蓝天 张开声 迎向每一天 他的蓝点 一定都有 你日子如何 明亮也如何 他因时永远 不会改变 要相信 无论明天将如何 他安点 一定够有 他安点 每一次跌倒 站起来 更感强 你叫不得的 可要力量 要相信 不管 明天将如何 他安点 一定够有 不要 停下来 再来 回头开一看 他的恩典 一路下安伴 闭上眼 有心直 岔 他的爱从不再离开 爱起头你将会发现 无名背后还是有蓝天 张开手迎向每一天 他的恩典一定够有 你日子如何你的夜如何 他连去永远不会改变 要相信不了明天将流浪 他恩典一定够有 你日子跌倒站起来更刚强 每周路走的只有力量 要相信不了明天将流浪 他恩典一定够有 啊 日子跌倒站起来更刚强 你的夜如何 他连去永远不会改变 要相信不了明天将流浪 他恩典一定够有 要相信不了明天将流浪 想抒发内心的屈结 和我们唱所欲言 请打生命热线31064444给我们 来吧 无论路途有多遥远 人生有多少挑战 我们都很乐意成为你的 同路人 在他手中 恩允与同路人主持周淑平 恩允与同路人 回到恩允与同路人 今集的嘉宾是家庭基建发展总监 罗奶圈 人称师母 师母有很多故事很好的要带给我们 第一个是关于家庭 通常我要讲这些故事 我会将有些东西更改 你知道那时候你叫我写专业 我都说不可以每个东西都写得这么准确 但是里面的感受和有些东西是很真实的 话说我有一次接触到一个太太来找我 她就告诉我 我通常都是接触这些 她老公有外遇 哭到死去活来 我就问她 我说那你想怎样 她当时很激动 她说想跳下地铁死了 我说你不要住我要去讲话 你等我讲完话再叫你 结果她就没有跳下去 我都说人都是激动一刹那 我后来就约了她出来谈 我第一句我问她 我说你还爱不爱你老公 她说还爱 她是要求苛刻的 要求多的 而且当她像儿子那样 有时候我们女人不懂得分 把老公当成儿子那样饿她 慢慢慢慢 我记得 接着我叫她决斥信耶稣 她当时还没信 那她肯 她问我信了耶稣要怎样 我说圣经里面教我们 要敬重我们的另一半 敬重我们 包括我们学习欣赏她 甚至关心她 然后她说她很有趣 她信了耶稣就很单纯 她说好啊她想事 然后没多久看着 我都长话短说 因为当中都经历了差不多一年多两年 慢慢看着她 对老公的态度改了 以前可能第一句说 你又去哪里了 现在不是 问她你是不是很辛苦 当老公回来的时候 发觉太太又爱 慢慢大家的关系又好一些 而很有趣 那些所谓第三者 有时候都是 不断跟你相好一下 没多久 又不要她老公 因为又嫌她老公中年 又离头 又不英俊 又有俊俊 就走了 整个关系就散了 而这个太太就接纳了她老公 我觉得那件事很重要 我还记得 她们第一次见我的时候 是大家 另一面不理睬大家 到最后一次见我 是十指紧扣 然后我就问她 因为最后一个节目 我说你们将来怎样 她就含情默默地看着我老公 老公你说呢 我们将来怎样 老公就说 我们想有对子女 想怎样 我想告诉你 她们现在真的有对子女 婚姻生活真的很愉快 我觉得上帝的爱很美丽 我想很多时候我们人说 要改变环境 改变对方 但很多时候是由改变我们自己开始 那这个改变真的很大 刚才那位太太等你打电话给她 叫她不要自杀 等了你多久 几个小时 但通常想自杀就是那一刻 我现在就说她要交代 我试过有另外一个电话 就说我现在要把我的遗言说给你 对不起 我要开会 我又没有筆 寫不了你的遗言 我说你先迟两个小时 那迟了两个小时 她又不是那么临 等几个小时 那时候那个改变就很大 整个人生都有改变 是的 拖一下她 接着我们有第二个故事 就是三个月变三年的故事 那是一个财经界巨子 听说她是财经界的女强人 但我不熟财经界 我也不认识她 她的英文名叫Prysilla 我怎么认识她呢 在2006年10月24日 当时我教会同福堂 我就讲报道会 我还记得在会展 我讲我的故事 完了她走来跟我打招呼 她说好高兴啊 见到你啊 罗小姐 她说她有看我报纸的专栏 我当时电台在一个节目 她说我是你的听众 我心想 哇 这么少人听 你都听得多开心 然后她说她很开心见到我 接着我就说 为什么你的头带着头巾 其实大家都猜到 她有cancer 骨癌 老癌 肺癌 我说那医生说怎么样 她说医生说我只有三个月 我说你信了耶稣没有 她说没有 但是接着很坚强 很坚决地跟我说 你不要动我 我是佛教徒 我信了17年 我归医了 按照以前我对佛教徒 我就说好好好 你祝福你了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那天 我捉住她的手的时候 我心里面有很大的感动 我们基督徒叫 圣灵有些说话跟你说 你不要放她的手 你看看她的眼 她是绝望的 于是我就问她 我说 Priscilla 你说你信佛教 但我觉得你的眼神 告诉我 其实你没有什么盼望 她说是 她说只有三个月 我说今天你来 你不是要认识我 羅乃圈 我觉得上帝有她的心意 我想上帝要你认识她 我说我不会放手 你想想 在你生病的日子 你很多孤单 但是耶稣 圣经的真理就是 以马来里 上帝与我们同在 耶稣会陪你走过这些日子 我们只要认我们的罪 就可以把我们的生命交给主 想不到她 低头想了一会 接着跟我说 我愿意 你愿意什么 她说我愿意信耶稣 然后接着我见到她的姐姐 留着你 她说我为你妹妹 站一套九年 她很硬颈的 她真的肯相信 她真的肯相信 她很认真地信耶稣 每个星期日 我们教会九点半崇拜 她要排第一个位 我后来才知道 她是财经界的人 什么事情我们都要争 排第一个位 如是者有三年 在她信了耶稣之后 她原来结过婚 又离过婚 有个女儿 跟女儿的关系又修复 又很好 后来在2009年5月 她就告诉我她有病 病得很严重 可能差不多到最后的日子 结果我去医院探她 我问她 Priscilla 你有什么遗愿 她说有两个 第一 她要80岁的爸爸信耶稣 她说你爸爸住在哪 她说天后的同学很简单 我教会附近三天和你搞定 连水礼都可以 因为她有和爸爸传福音 另外她说想她前夫 或者她前夫的家人信耶稣 你知不知道很奇妙 她叫我帮她祈祷 在祈祷第三天 我去探她的时候 她前夫的妹妹进了那间医院做手术 在她的隔壁房 我结果有机会去跟她传福音 前夫的妹妹信耶稣 这些故事真的令我们很触动很感动 那么美好的爱 你想不想得到 在我们这个农历新年万丈更新 你想不想得到新的生命 所以我们都邀请大家去 是啊 旧时已过 一切都可以变成新的 好 首先祝大家新年快乐 多谢奶圈 好 多谢 拜拜 请订阅3106-4444给我们吧